其实我们人体内都是有一个叫脉轮系统 跟中医讲的经络一样是肉眼看不到的 是在我们的经纬深的层面 但开天眼的老师能够看得到 所以当我们自我疗愈过后 我们会排除很多的负能量 这个时候我们要趁负能量排除 身体还有能量空缺的时候 快速透过脉轮修复 持续的再排除负能量与补充正能量 所以会有这七天脉轮能量的修复过程 各位善知识们大家好 我是心灵侦探Mr. Chen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继续来探讨 自我疗愈的第三课 学习缺失的技能 上一个视频说完了自我疗愈的第二步 修正自己的程序 然后要在自己的程序上 再加上一个补丁 就是爱自己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替自己意识程序当中 安装新软件 针对自己觉察出 并已经疗愈的创伤事件 或情绪卡点 安装相对应的技能软件 使自己生成这方面的思维技能 与行动技能 这样日后面对仍然会持续发生的某些问题时 自己就有这些技能面对 并且处理它 那么以往的困难 与卡点就将不复存在 例如亲子关系带来的卡点 虽然帮来来访者疗愈 或是他们自我疗愈完毕 过了七天的脉轮修复期后 这边说一下为什么要有七天的能量修复 其实我们人体内 都是有一个叫脉轮系统 跟中英讲的经络一样 是肉眼看不到的 是在我们的经纬生的层面 但开天眼的老师能够看得到 所以当我们自我疗愈过后 我们会排除很多的负能量 这个时候我们要趁负能量排除 身体还有能量空缺的时候 快速透过脉轮修复 持续的再排除负能量与补充正能量 所以会有这七天脉轮能量的修复过程 能量修复过后 来访者会处在正频率的状态 积极正向 趁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要教会他们 跨越亲子问题关系的技巧 有夫妻情感问题的 就要教他们跨越亲密关系问题的技能 例如亲子关系的问题 就要透过学习亲子教育 以及传统文化的课程 毕竟现在几乎没有家长 学习过如何当个爸爸或妈妈 就结婚把小孩子给生出来了 然后自己旁边去打工 让长辈带小孩 或是用上一代教育自己的方式来带小孩 或是看着社会上 其他人怎么带孩子 培养孩子 就开始稀里糊涂的 塞一些与当下世界不符合的教育方式 跟追不上时代变化的信念 也不管小孩子接不接受 最后跑来跟我们说 小孩子难带 小孩子不听话 有精神问题 跟小孩子的沟通越来越不顺畅 弄得父母自己也要抑郁症了 其实小孩子真不难带 就只是因为不懂了怎么养育小孩子而已 不清楚小孩到底要什么 不清楚小孩子自己有自己的人生与使命 仅仅是父母以自己的局限认知去培养小孩 只会把小孩养成一个跟不上大时代变化的牺牲者 其实小孩不好带 问题已出在父母身上 一旦父母体验到小孩真难带 觉得小孩有问题 造成自己的痛苦 那么父母就有机会觉醒 透过自我觉察 自我疗愈去看到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荒唐的事情 几乎把小孩的未来给扼杀了 把自己的幸福家庭给毁了 现在中高校频传的学生自杀事件 难道不能唤醒父母们 自己正在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吗 等到他们提起这份觉知 想跨越亲子关系这个课题 那么疗愈过后 学习如何对待孩子 如何正确教育孩子的认知课程 就能让自己有新的认知跟行为能力 去改变与孩子的关系 陪伴孩子走他未来的人生道路 而不是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个人财产 像葛奇线木耳一样 企图掌控孩子的人生 我们这里最多的个案 就是适婚年龄的来访者 来抱怨父母以死相逼 让自己去相亲 感觉自己的人生都是被父母操控 因而在潜意识层面 出现于父母的抵抗 导致亲子关系疏离 自己的内在频率也相当低 导致事业财富也难以有所成就 我们就透过疗愈他们 或教他们自我觉察 自我疗愈 再给他们学习 与父母的沟通技巧 让他们有勇气 去与父母正面的沟通 有时候 真的只是你自己 没有这个沟通技能 与开口争取 自己未来人生的勇气 逃避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特别是解决家庭矛盾 让所有家人都一起提起觉知 使一家人相互理解 相互成就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这一生当中最需要完成 也是最重要的课题 没有质疑 中国人都知道家和万事行 但是有多少人真正能够明白 这句话的生成含义呢 而且到现在还有多少人 能不能记得这句话 并且去实践它呢 这堂课更多的探讨家庭问题方面的 认知提升与软件安装的部分 希望有家庭矛盾的朋友们 从自我觉察 自我疗愈开始 提升自己在处理事情的各种技能 而且要理解 这个技能只是思维的技能 认知的技能 最后要将这些技能 转化成自己未来的信念 一旦信念跟价值观改变 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多出了行动的技能 这也是一种高维无形到三维有形的显现 今天的课程 学习缺失的技能 就讲到这边 学习的跨越以往卡点 与情绪的固有模式 这样的技能 那么整个自我疗愈 就算真正完成 接下来我们会针对各种 容易让自己出现卡点的几种关系来探讨 并且带给一种新的认知观点 来跨越这些关系所带来的问题 也就是半生关系 请期待接下来的半生关系相关的课程 今天我们自我疗愈的所有内容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帮忙点赞订阅 并且分享给身边仍然因为过去在纠结 抑郁焦虑 对未来迷茫 处在低频负能量的朋友 接下来的分享 还会继续帮助到大家脱离当下情绪的困境 与解决人生难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